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福奇笑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 这是我们1811集 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日本的商品 Takaratomi 还有日本主播宇宙中心 这里有写着一个JAXA 它是日本航空研究开发中心的简写 那是一个月球探勘车辆的载具 我当时在网络上看到官图的时候 我二话不说就把它给预定了 因为我觉得这个载具非常的酷炫 那这个浮在宇宙中 这个有点像卫星的形态 那这个的话倒是当时没看到这个 我是完全冲着这一款载具的话 就二话不说就决定把它给入了 我入手的价格是预定就买了 台币的话是1900多块钱入了 现在网上的价格大概是2300 它的本体是以白色作为主要的颜色 会不会黄化 问号 不知道 但是它这个白是属于日版玩具 比较会有的那种纯白 如果你玩变形金号的时间比较久的话 会清楚的知道 以前日版的白色跟美版的白色 是白色日版的 美版白色会比较偏密黄 只有日版的白色才会这么样的纯白 那以黄化的情况来讲 日版的玩具是比较不会的 那它还有一个很大型的配件 这个太阳能板 非常的漂亮 这个太阳能板跟人形状态下的互动 你可以把它装在这里 它这个地方有一个可以扣下去的位置 扣上去 然后把它给转到下方来 做成一个类似于是护盾的一个形象 或者你把它取下来 然后直接的以这边这个凸 让人物来做一个握持 也是一面的盾牌 或者你觉得都不喜欢 那你就把它扣在后面 扣在后面的时候 是把这个凸朝下的情况下 去扣这两个部分 把它给背上去 那这样一来的话 也算是完美的隐藏了 那后面的背包部分就再加大一些 但是这个插孔并不是非常的深 你把玩的时候还是有可能不小心把它给碰掉的 那么另外的话 各位也可以看到它的另外一侧 有一个这个应该是属于 类似于是雷达的装置吧 这个的话就一直扣在这里也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款玩具的细节 头部的话也是挺好看戴口罩的版本 口罩的银漆的部分涂装算是比较优秀的 眼珠的深蓝色比MP10的蓝色还要再深一点点 胸口里面看到一个领导模块 但是呢 我没有办法把它打开 我找不到打开这个位置的这个开关 我不知道到底有还是没有 各位就是给我留言吧 这里一个Toyota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字体 那腹部的话呢 这里的银漆涂得也很漂亮 这里有一个应该是挂脱钩的这个东西啊 在这里还可以你要在下面的话我就笑你了 那手臂的一个平举没有问题 它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开口 即便装上这个也完全不影响 那手臂360度的转动的话呢 可以的 那么手臂的话呢 前后可以稍微搓动一下 应该说只能往后搓了 不能往前搓 那么二头肌的部分呢 给各位看一下 也是完全可以转动的 手肘弯超过于90度 拳头也是可以转动啊 那么两手是一个不对称的造型 这里的话呢 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两门的手炮 这个呢 在变形成载区的时候呢 也是会有不一样的展示的 脚前踢 它整个往前面动 整个裙甲是一起往前动的 往后踢的话呢 就只有这么多了 它这里已经直接帮你限位了 你根本动不了 膝盖的话呢 可以弯大于90度 脚踝的话呢 也有一个很不错的接地 脚后跟这一块啊 你可以看自己的喜欢了啊 你要把它折进来一点 或是把它翻出去都可以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背后的造型 可以说在腿的后面这一块 比较让人觉得尴尬 它没有一个组合 没有一个卡出的一个点 至少我没发现 只是靠这里的松紧度呢 把它给固定在这里 到目前为止 感觉吧啊 松紧度还是相当不错的 它的轮胎也有一个 是把这个轮胎藏进小腿里头 顺便填补了空洞啊 这个就是很好的一个设计 那么手掌刚忘了提 四根指头可以单独的移动 腰身的话呢 也是可以转动的啊 那么呢 这个玩具本身啊 还要做的中规中矩 然后它的我最喜欢的吧 应该是它的白色以外的部分 都有一点点哑光的感觉 玩具的质感可以说非常的不错 光线打下去啊 还有这个本身一体性啊 除了说这里没有尺寸关节之外吧 以这个大小尺寸的玩具来说 我个人是已经是给予及格的分数了 那我们来示范一下这款 月球探探车的变形过程啊 我们第一个不错的话呢 先把它的背包给处理一下 刚刚背包的话 我们都忘了提这个了 它这里有这个凸出来的这个部分 全都是软胶件的啊 它的背包的话呢 主要靠这里 有一个C型的一个卡扣 在这个地方 去夹住这个背包 夹住呢 让它整个背包不会脱落 那我们把整个背包的话呢 往后面给解锁开来 那这个双动关节推开一下就行了 这两侧的部件呢 先往侧边翻 然后里头的这个部件 把它给翻出来啊 背包先到这边就行了 再来我们把这个头的话呢 给往后面推下去 推进去啊 往内推你会发现有点卡住 对 它的话呢 在这个地方 记得从这个地方 把它往前面推一点点 头的话再往内推啊 才能够推进去 这一块部件 胸口里头把它给推出来 我们先把这个上半身呢 先掰到这里 再来的话 我们变形胳膊 胳膊的话呢 我们记得把这个烟囱 给往下面 转下来 然后呢 怎么做呢 这里 我们把它的手臂转成这样 烟囱一样朝下方 到这边 待会呢是要放到这里面去的 然后这个 字体朝外 那在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们把它的这个部件 往前面做一个大回旋 那两手臂的变形 左右没有对称 这一侧多了这个盖板 到这边 好 待会手臂的话呢 就是变成这个形象 好 各位应该能够一目了然 这片部件的话呢 再往上面推上来 到这里 另外一侧的变形也就一样了啊 它的话呢 这里变形不对称 这个地方多了一片这个部件 往上面推上来就可以了 然后呢 烟囱 把它转到朝下 烟囱推到后方去之后 烟囱一样在下方位置 旋转手臂位置 把它自己朝外 然后呢 这里 拉出来 旋转一个部件 再推回去 到这边 侧边这个部件翻上来 这个是它的基础的位置 待会就往前面推下来 到这里就行了 那此时此刻的话 我们接下来的话 就是变形腿了啊 腿的变形是这个样子啊 先把这个部件 给往外面推出来 然后它这里有一个 结合的卡钩 这里 其实是有一块 有一块凸 凸在这里 它变成是扣在这边 把它推出来之后 往后面推过来 然后呢 里头这个轮胎往外面 翻出去 然后记得把它给推到 这个挡力板的正下方 好 到这里 那么此时此刻的话呢 有一个地方 要特别跟各位提一下 这里有个洞 它的一个凸在这里 在这个地方 在脚后 在脚底板的这个部件上 所以你这个脚底板的话呢 记得这个有一个特殊的角度 不过基本上你也不用太担心 你把它往上折就可以了 那折的时候呢 这里是一个双洞关节 这个部分记得要打开 往前面 这样子推过去 到这边 推过去 这里记得要把它给扣进去 你有一个扣进去的感觉 一定要有那个扣进去的感觉 你才能够把前面这个部件呢 一样的 脚后跟的这个部件 往内折进来 这样才能够刚好扣上去 这两个部件是都必须要扣上的 另外一侧的变形 我们也就一样的一个方式 先把侧边给打开 然后呢 侧边这里一样 有一个锁扣锁开 往下面推 不要往左右掰了 直接往下推就可以 然后内部的轮胎翻出来之后 往上面旋一下 再推过来到底 推到挡泥板的正下方 然后呢 把它的脚 这里 是一个双洞关节 记得往上面掰上去 然后我们就锁定了 这个地方 这个洞啊 记得要扣上去 那你要调整一下 这个脚 脚踝的这个 有扣上去的感觉 记得这个步骤一定要 非常需要 这里再扣上来 两腿做个合并 好 到这边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把它的 这个 不是有一个缝吗 横向的缝 要以这个 这个图去扣进它那里 就把它整个 给往上面 抬上去 整个双洞关节 抬上来到这边 把它给扣进去 好 再来的话呢 就把侧边这个部件 往上面推过来 最重要的结合位置呢 是下方这里 扣上去之后 侧边这里 有一个白色的一个图 卡到缝里头去 这样贴进去 然后呢 上方这里的话呢 记得这一片部件 要压在它的外面 好 在这个情况下的话呢 我们继续的把它往上面 推进去 它侧边这里有一个组合的 位点把它给卡进去 那记得这一侧啊 我提一下 这一侧的话 它多了这一根的部件 它这一根部件的话呢 要跟这里 做一个结合 好 直接把它给卡进去 到这边 那这一侧的变形 就算是OK啦 这里 最后这里还有一个组合卡 另外一侧的话呢 比较简单 因为它少了那块部件 这里先翻上来 这里推上来 好 到这边 先把下方 最重要的这个部件 把它给扣上 然后的话呢 直接往上面推就可以了 这都是往上推就有 好 那我们先跟各位提一下好了 它的这个太阳能板的话呢 是可以完美的收纳到车子里头 我们先展示它完美收纳好了 它的这个地方是有一个 有一个凸 它是可以扣进这里面 有一个缝在这里 好 记得是朝这个方向 把它往内放进去 记得啊 这个凸的话呢 跟凹要把它给扣进去 在这个情况下的话呢 它才能够做一个完美的密合 我们把它往下放的时候 先把后面这个地方给扣上去 侧边的话呢 这里就顺势的利用这个双通关节 把它给往下放下来就可以了 这个部分要记得把它给翻出来 这里比较紧 好翻出来把这一块给放上去 这个的话呢 是它把所有的这个包发太阳能板 都给收进去的一个形象 那么它的载具形态可以说 是吸引我这一次购买它的最主要的原因 这个大小的话呢 真的是非常适合把玩啊 我们拿出一款官方的一个deluxe class 它比第一级的玩具要大上很多 这个绝对是V级甚至以上的尺寸大小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可以动的地方是轮胎 而轮胎的部分的话呢 所有的细节的话呢 做得非常的精细啊 也有一个基本应该有的涂装 然后底部可以看到OP的下半身 那么它前方这里有一个应该是脱掉用的这个装置 在后面的话呢 这个应该也是类似的啊 那上方的这个突起的这个管子 管子都是软胶部件啊 这个我是可以接受了 然后车窗的话呢 是一个透明部件 前方的一个Toyota的标志 上方的这个应该是雷达吧 还是什么接收器的 它是可以前后做一些是移动的 那滚动性的话呢 就还算可以 后方也有一个车尾灯的涂装 后面这些装置是做什么样 我就不是很清楚了啊 Toyota的一个字体非常的清楚啊 还有日本的国旗 那么上方来看就是这样啊 非常非常非常精美的一个交通工具的一个形态 那么呢 它的 刚刚的太阳能板呢 我们已经完美的将它收到车子的内部去了 那它的话呢 就是各位 再给各位看一下 它就是完美的收在这里 如果你把它取出的话呢 它的话呢 是有一个正常的另外的搭载 我们把它给放进来 好 再次的扣上去 这个太阳能板呢 我们再次将它给打开 打开之后的话呢 这一侧它不一样的造型就是在这个时候用上了 它的凸跟凹 就是for这里 把它给扣上去 这个的话就可以让它接收太阳能 那接收太阳能之后应该是做它的动力来源 或者是吧 好 只不过呢 在这个形态下 你要拍照的话 就是说它可能有一点点角度线 因为如果你拍这边的话 它大部分的一个形态就会被挡住 那这个的话呢 就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一款 TT社呢 还有日本主播宇宙中心联名的一款 月球探勘车形态的科博文 那就我自己是很喜欢的 也没有说 我自己的话当时就是冲了这个载具去买的了 那目前的话呢 玩起来感觉是比较舒服的 各官员来说的话 表现都在我的预测之中 那喜不喜欢就看你个人了 那今天就给各位分享到这边 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